大家好,我是吳兆軒 大家好,我是胡子彤 大家好,我是林家熙 你的聲音很特別 我是林家熙 為了異應一點和整齊 三位都是地產仔裡面的主角 這個電視劇集 其實今晚就會播出第五集 沒錯 播了四集 星期一至五都會在ViuTV 九點半鐘和大家見面 我們同事都有看到 大家各時說一下感覺 我一看第一集已經覺得整件事好像 看那些有點像青春劇一樣 因為有些表情很誇張 因為第一集好像是把一些膠 愛情來得太快就像玻璃膠 你是不是第一次演這麼誇張的演法 都試過的,但今次是再調整 上次就有一點我自己覺得會失控 所以就不說哪一套了 今次我覺得是 調整了我知整個脈絡 然後我覺得是演得好玩 還有我喜歡這個角色 紫童可否跟我們說一下地產仔 經常整套戲 其實你們是想表達什麼 故事 除了大家都面對居住的問題之外 沒有劇套 我也是 爭生 這麼多條線 對 其實本身是想拍一套悲劇 因為地產仔本身是一套悲劇 但是如果在這個時勢 再一套悲劇出來好像不是很適合 所以導演在我們拍攝的過程 或者在我們一起創造的時候 不如我們用一些超誇張的方法 把一個悲劇 怎樣可以變成黑色幽默喜劇出來 給大家觀衆看 所以其實就是講一些很現實 很淒慘的問題 但是又用另一個方法 試一下能否效 地產仔就出來了 即是喜劇面 但是悲劇底 是的 買樓也是悲劇 還有我看到 你們開幕好像頭一兩場 已經是要大戰 兩幫已經大戰 這個也是導演的想法 因為他是想把地產仔欠樓 當作是鼓掌仔這樣拍 我看到兩幫人走出來 你們在哪裡 我們兩間地產公司 就是兩個字頭 其中一間就是鄭浩南 即是馬王 是 他們統戰的一間地產公司 另外一間就是嘉禧 嘉禧是另一邊的 龍星置業 那邊的華氏人就是 雪兒 雪兒姐姐 就是說通過這些對抗 會產生很多喜和悲劇 都會出現 開心的那些可能是很 很瘋狂的劇情都會出現 真的比較誇張 你們有沒有去觀摩一下 即是拍之前觀摩一下 本身那些地產的銷售員 是如何去搶生意的 我有的 因為我也擔心怎麼可以 打得比較像 但其實發現 原來很多都是 只坐在椅子上 沒什麼做的 即是沒那麼激烈的 原來不是這樣的 到麻煩的時候 導演就說 其實你可以嘗試誇張一點 原來看來 都未必關什麼事 都不少朋友 我們做得有點像漫畫 對 像 那會不會有很多打鬥場面 因為大家都要爭一下生意 有一場是很深刻 我們好像拍到Superheroes 即是大家好像做不同的角色 然後就有一個180度的track 不同的angle 就拍不同的動作 總之是 想不到拍地產仔 真的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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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 要跳威也 還要跳威也 飛上天 被人打到上天 你們都要飛上天 因為我們有個演員是肥腸 所以他就比較大 設計了一個動作 是拋了一個人上去 然後就玩完完完 玩完一陣 那那個舞師就辛苦一點 在上面等了十多分鐘 最後才回來 大家看到地產仔的名字 立即跟自己的生活節拍 可以說是非常貼近的一件事情 我想斗膽問問三位 三位其實有沒有曾經想過 想踏入這個地產業的 我真的沒有 你們有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很早就立即想做演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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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慕虛榮這些事情 我一定認 從小到大已經開始了 但大家都從來沒想過 沒有想過 所以其實做戲就正 可以自己嘗試一下這個職業 譬如你拍的時間 甚至你們接觸地產的從業員 你們覺得這一行其實是不是很難做 因為我有個師兄 打球的師兄 他是做地產的 我最初見到他都很辛苦 又要練球 然後又要上班 又要見客 我見到他這麼辛苦 為甚麼 沒有啊 運餐爛而已 但我見他這一段時間越做越好 我問 為甚麼你最近做得這麼好 沒有啊 認識了個好老闆 老闆又看你 給你做 又可能給你開車 做地產其實都是講運 有沒有人看你就很緊要 這件事是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呢 還是究竟風光那一陣大家會見到 但是下面有多少絲鞋 是見不到呢 做演員都像 都是運氣 是呀 沒有的 中了個局勢 然後又有些東西多了些 都有實力的 你做演員的都是運氣的 不是 那個實力就是 你怎樣可以贏得那些老闆的信任 他都很放心 將他的資金去投資 可能去買 買第二層第三層 買辦公室 可能一幢都買 舊樓重建 這些可能是不同的尺寸的地產項目 覺得這個地產項目好不好玩呢 超級好玩 好玩 真的很好玩 因為是很少一套這麼誇張地 無論OT多少個小時 因為始終劇集可能資源有限 有些時候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台前幕後 每一個人 就算OT到幾點 都會很全神貫注 很為這件事去做 而那個氣氛還是很歡樂的 嘩 即是長期全能力 是啊 我是負責爆音的 你負責爆音 不是 你告訴觀眾 聽眾聽 爆音是什麼 即是爆那個能力出來 直到最後 所以爆到它的結尾 對 我想問拍完這套戲之後 即是說了關於這麼多地產的事情 你們對置業方面的憧憬還在嗎 還是有沒有什麼對置業方面 有沒有改變 一個想法 唉 你這個胡子龍要說 冷死龍要說 這套戲裡面說了很多 年輕人花一生的時間去供一層樓 很不值 有一些信息在這裡 一開始 我很討厭胡子龍 所以我們 但是胡子龍剛剛置業 聽說是 聽說你和哥哥一起合資 買了一口 是 其實 為什麼這麼臉 我們沒有妒忌你 我們沒有妒忌你 你放心 旁邊那兩位 我有的 徐師兄 其實就是全靠爸爸媽媽 他們的功勞 支持 他們很小時候已經工作 希望我們兩兄弟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剛好早幾年就有機會買到 其實買完樓才是真正的艱辛的開始 因為你要供 有很多東西要負責 我也很想有這個艱辛 其實不是的 我想想想你們還有自由去決定買還是不買 現在我買了就一定要繼續供下去 你們還可以說租樓去旅行 越說越欠缺 我也決定買 但是真的買不到 好 對不起 我走了 你有沒有看過有一個TVB最短的節目 是什麼 日本風涼話 日本風情話 不過現在就好一點 因為都是低色的環境 所以就 起碼都不會上樓太大的工款 幸好是跟哥哥和家人一起去工 就會好一點 但是吳兆軒和林子熙都有這方面的想法呢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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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 我也是想租樓 我也是想租樓 因為我挺享受住不同地方 我真的不喜歡住死一個 我不喜歡 我很怕悶 就算在香港都喜歡到處搬 都喜歡 其實我暫時在港九新界都住過 剛好家庭人有搬 你還差來島 來島 沒試過 港九新界哪一區你比較喜歡 其實新界區比較舒服 我之前住在大埔區 比較清休 空氣也清新 還有我們有時候我們做這個行業 有些壓力 所以有些休息的時候 在大埔區遊行走路 也很舒服 我都是一直都住屯門 其實我不太喜歡改變 我是一個個人 尤其是這些生活環境的事情 我又住在那裡 我就可以繼續住 這樣 大家有屯門之友 還有大埔之友 哈哈 好了 今天三位上來 除了和我們宣傳這個劇集 《地產仔》之外 還會跟我們玩遊戲 第一回合來了 到了這個時候 看到我們有三位英俊 有些是我們演藝學院的畢業生 看到King Sir都不打聲招呼 乖乖乖 你們宣傳那套叫做地產仔 應該對於地產這些東西 會比較熟悉一點 所以今天找來第一條問題 都跟這件事有關係 大家聽得懂 這條題目很簡單 香港現時的法律 有沒有就凶宅 作出定義的呢 A是有B是沒有 很清楚 很清楚 你聽的趙軒果然是你演藝的畢業生 沒錯,A就是有,B就是沒有 香港現時的法律有沒有 就凶宅作出定義 A,我讀Drama 喂 先招定首先 有,你覺得有 我覺得第一條沒有理由這麼正老 我覺得沒有 你覺得沒有 我是B 等一下,但我聽過一些東西 我告訴你 我覺得是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聽過 責任還要落在地產經紀上面 如果你是不跟客戶說 這間屋曾經是凶宅 你是算是一種隱瞞 而是要負法律責任 是啦,其實 其實呢 不要當真話聽 那些提示給人家 是啊 我聽回來的 我告訴你 因為我忘記了法律的名字 總之他就說 如果房產的中介人或業務人 是有責任告訴 那個potential的客戶 那間房屋裡每一個地方的狀況 你不可以只是廁所原來發生過事 你不說 那都是辦法的 那就要寫在那個告知事項 那裏 就在那裏列明 那如果那裏告知事項列明了 那就是那間有空宅 那所以就有機會有定義 我聽過回來就是這樣 但我聽回來是沒有 是嗎 因為那個經紀是有責任 可能跟你說 但法律上 就是沒有這個定義的 因為呢 我之前朋友都有買一些舊樓 那你去看樓的 那我朋友就做了一件事 他真的不害羞地去按旁屋的門鐘 就問他想買那間屋的小小東西 問一下歷史 問B單位 有沒有人在那裡死過 他很想自己去尋找 因為就算那個經紀不跟你說 那你也很想知道 就算他跟你說 你又想再知道得清楚一點 但因為法律上沒有定義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也不能跟你說 那就唯有自己去查詐 這麼懂法律在旁屋 不是法律 這些是那間屋的歷史 你們覺得呢 你們想想 這些怪力亂神那些 怎麼會在法律上有 不是 我想問 少軒你繼續覺得是有的嗎 是有 哈哈哈哈 阿波說的 想善你的子彤 沒有 我堅持初頭的決定 那家晞怎樣呢 現在你 你這個一票很緊要 他在沉思 有啊 其實我覺得 有的 有的 兩個覺得有 一個覺得沒有 那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還是大家各自 我們是一同團 我們是一同團 我也覺得有的 你們可以插火 我們跟胡子彤插火 好 胡子彤就說沒有其他兩位 包括了邵軒和家晞就說有的 是 那不如我們先揭曉多數 好嗎 究竟吳兆軒和林家晞覺得 香港現時法律 是就凶宅出了定義 是沒有的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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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作出定義的 這個答案是對還是錯呢 錯啊 錯啊 我剛才說的 是日本的法律來的 謝謝 阿子彤答中了 香港法律是沒有定義的 什麼叫做凶宅的 地產代理監管局的 地產代理條例 亦都沒有規定 代理必須提供物業 是不是凶宅的資料 代理如果知道了 單位曾經出事 責任上面是需要向買家披露的 雖然香港現成的法律 是沒有定義什麼叫凶宅 但是如果買家曾經向代理查詢 而代理知情不報 哈哈 死了 他需要承擔實實陳述的法律責任 哦 即是說謊要發 但是不用特意告訴你 他問到你就要說 他主動跟你說 因為地產制裏 其中有一個橋段 就是我有責任要告訴別人 那裏是空責 所以想不到第一條問題 就是跟劇情有關 哎呀 所以你就答對了 那你說吧 他們割了一隻 他們割了一隻 你贏了個遊戲 你輸了友誼 哈哈 但剛才是吳紹軒主動要求割一隻 是啊 我沒有啊 我就幫 子彤了 他贏了林家晞的友誼 那你跟我說嘛 他知道 你應該要來吧 他依然覺得有些什麼 看手 你應該要來 你達 sebelum 你應該要去 我應該要去 他一個人 他人 你真是 一邊 我應該要去 你 我的